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簡單的幻能片秀 你進來之後呢 這一個 那前提有一個前提 幻能片秀只適合什麼 照片 影片不行 那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懶 對不對 所以這種都是懶人法 所以你看 1 2 3 有沒有 就三個 有看過那個妙兒書的廣告嗎 1 2 3 請給我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很快 那所以首先你先找到你的圖片的來源 當然如果你是用自己的 你剛剛有篩選過最簡單 但是如果你沒有 可能你可以稍微找一下 假設你都已經 平常我是比較習慣都整理到一個資料夾 所以這樣是最快 那就直接進來 那如果你是要一張一張慢慢挑 就用第一個 就用第一個 所以我們先從這邊 選擇 那我的放在 剛剛放在桌面上 找到 找到這裡 好 那等一下這按到第二個 來第一個 好 如果你是第二個 只是選擇你的資料夾是哪一個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那你直 橫都沒有關係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你把它挑起來 好 假設這一些是不是進來了 那它預設的順序就是照這個 如果你順序錯了 你就有沒有 這樣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你看我剛剛講的其實都講太多對不對 平常大家都是這樣用而已 事實上現在有沒有很多手機APP在做這個 有很多人這樣怎麼小影 有沒有 阿哥會給我小什麼 開玩笑了 反正就是有一個APP也叫小影 然後好幾個 連華碩也都有出 那再來有沒有很多布景主題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像你現在看到這些所謂的樣式 就類似我們講的布景主題 你在正式版本 它這個版本會比較多 那麼各位的 如果你是用免費版的那個版本 這裡大概就三四個而已 而且免費版本有限制就是 你不能拿網路上下載的來用 就是網路上我們剛剛不是說 威力導演他們有一個叫Directed Rome 那個網站你可以去下載新的嘛 但是適用就是我們講的免費版 特別版那個是不能加進來的 不能加進來的 那你就找找看你喜歡的 比如說你要拼貼的 那你點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按下一步 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音樂想要有不一樣的 有沒有 你也可以從這邊加入你的背景音樂來 加入背景音樂 那這邊我先問一下各位 請問你要加音樂的話 你的音樂來自哪裡 很多現在大家都到YouTube上去找對不對 那YouTube主要是影片嘛 怎麼把它轉換成MV3 就是我只要音樂就好 我不用影片 有很多對不對 有很多方法 那我們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方式 你可以參考看看在這裡 我看那個 我有沒有放在這裡 沒有我找右手邊這裡 連結這裡 有我看到 有沒有在連結這個裡面有叫PEGG喔 看到了齁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哪一段影片 你把你的YouTube網址放進來 比如說我們來看看 最近不是有那個嗎 想 那個叫什麼歌 你們叫什麼歌 還是五月天的 好啦我也不知道 反正 像我女兒就很喜歡聽這個啊 好 假設我要這一個影片的 就是我要音樂的部分 好 這裡 那你就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 然後到PEGG喔 因為有很多方式 但是我會盡量找就是不用安裝軟體的那種 比較方便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進來了 那進來之後呢 好在這邊你可以選擇 有兩個 你可以選擇你要下載的是什麼 是 正常應該是左邊是這個 然後這個會在右手邊 因為我現在螢幕比較小 所以 你可以選擇你要下載聲音還是下載影片 如果你是選擇下載聲音的 也沒有發現上面這裡還可以裁切 有注意到了嗎 聲音才有喔 影片沒有喔 好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我的影片我只想要從這邊 就是你自己可以先照A 因為各位聽不到喔 所以你就當作有聽到 可以嗎 好 那我要下載聲音 你就按它一下 對不對 然後有沒有變成B3 聲音很快一下就下載下來 有沒有找到了 對不對 那相對的如果你要下載影片 它也可以讓你去選擇 好 在這裡 你看我按一下影片 有沒有發現又看到熟悉的數字了 這樣你應該知道什麼意思了吧 反正數字越高沒有錯啦 影片越大 原則上它一般來講 主要都是能夠下載到 1280x720 那要看它原本的影片 有一些可以下載到這個Full HD的 這樣是就比較方便一點 如果說萬一你的連線速度比較慢啊 或者是你在離線狀態下 這個影片也可以接用 當然我們目前不是要交各位到版 那是說方便去使用這樣 但是還是用在合法的範圍啦 自己的使用應該還算OK啦 這樣OK嗎 好那你找到它之後你就可以來這邊 但是重點是還記得嗎 我們剛剛講的下載會放在哪裡 有時候我們常常習慣不好 因為它都自動把我們下載嘛 所以你記得按這個三角形 按這個三角形在資料夾中顯示 其實平常我們都會放在哪裡 是放在下載這裡 如果你怕這裡不好找 你就把它移到你的桌面 或者你覺得你比較好找的地方 那這樣子呢 我就可以回到威力導演這邊 有沒有 我就可以來找找看 如果你知道在這裡就從這邊找 不知道的就找這裡 好 找到了 進來了 所以你可以先 試看看預覽一下 當然你們現在就是 只能 只聞樓梯想 好我們先測試一下吧 有沒有就有了 所以現在做影片難不難 老實講工具越來越簡單 到最後 會有一個情形 要怎麼樣 回歸到腳本的設計啊 你不要忘記了工具是會幫助你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花那麼多時間去取工具幹嘛 你要創作啊 把你腦中的什麼 想要的印象弄出來對不對 這些只是工具而已 所以工具會隨時更新 但是呢 你的想法也是最重要的 他還會自動把你做什麼 彈入彈出 有沒有發現聲音越來越小了 雖然沒有 這首歌沒聽完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想要怎麼樣 再一步 想要說 欸我的音樂 稍微再做一點點調整 你也可以點一下這邊 因為平常的話 我們在這邊 有沒有 我們的影片 因為照片沒那麼多張嘛 所以他就只截取一段 所以在這邊也可以做簡單的剪接 這樣有沒有問題 而且剛剛有沒有彈出彈出 他平常預設就會幫你做的 所以 比較不會說 好像有突然就這樣冒出來 那最後就是怎麼樣 把影片做輸出了 那你有幾種方法可以做 一種就是直接輸出了 我就OK了 那就拿出去了 另外一種 你覺得 我還想要怎麼樣 做比較進階的編輯 包括我要加上字幕啦 對不對 還是做一些剪輯 還是加上影片 你就可以進到標準的那個 完整的編輯程式裡面再去繼續做 來 那我就給你試看看喔 好不好 來